基本上这个选手上台是来秒杀你们的 因为他觉得宁有种忽 在他眼中这里头没有看得上的 包括您 石头老师 对 也包括我 对 我知道 所以呢 为什么说我们专精于事儿 跟他去PK是中招了 那如果图围老师您约人无数 以洞察他的心理来讲的话 他今天上台目标是什么 我觉得呀 大家真的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 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有错误的 我们问一个问题不让人家问完 随意地就插进来 问到另外一个问题 然后呢 说句实在话 刚才他说 当我回答某一个问题的时候 有人冷笑我 这其实确实是一种不尊重 当然这种微笑 我在你脸上也看见了 后来 他们是做错的 你没必要跟他们一样 明白明白 如果是说今天来面试的 就是一个CEO职位的人 我们先不要说他肯定做不了 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做不了 这种想法去问问题 那就显得自己太low了 这个选手其实我们能看出来 他是有能力的 但是我们在现场 拿一个高高的标准来证明你是错的 其实在这一点上 我认为对选手来说的爱护度不够 接下来我来问问题了 第一个问题是 你来面试一个高管职务 对 你肯定是有备而来 有目标的 哪几家企业是你的目标 回答一下腿老师的问题 我没有目标 为什么 就像我一上台 大家这种轻蔑 对吧 和不屑 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 我希望通过我们平等的对话和沟通 你了解我的能力 之后 你愿意给我这个职位 既然你欣赏我 我也愿意进入到您的企业当中 去贡献我的价值 可以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也裂过别人 对 面试这样的高管职务 同时对自己能力如此自信的人 为什么没有其他的高管的邀请的机会 或猎头猎你的机会 你要跑这来 其实你是想问 有没有其他你接受的人去邀请你 去他们公司工作 差不多吧 其实就这个问题 我个人目前第一 从来没有表达过 要去其他平台或找其他人找工作想法 我可以这样说一句话 我们老板去向每一位投资人介绍我的时候 会说刘欣我的脾气 刘欣 必须要停止了 这个问题就到此为止 大家都把话筒拿下来 都把话筒拿下来 没有什么必须要讲的 因为我觉得你刚才讲的有点不对 谁讲的有点不对 因为这个舞台上没有人要轻蔑他跟轻视他 因为所有的企业家对他的事 都是因为他的表现而折住了 谁说的没有人轻蔑他 我轻蔑了 我都冷笑了 我轻蔑了 那你要不要问一下 我为什么冷笑呢 我可以说一下 我不想知道吗 其实图老师是知道 每一个选手 我对他们态度都很好 今天是我第一次冷笑 为什么呢 你都说了你老板 跟别人介绍你是嫡系 你自己的老板 都不能给你开出一百多万的年薪 你当我们这些老板是傻子 我们今天在舞台上的所作所为 都是最后为了招聘嘛 与招聘无关的事情 或者没有结果和正确答案的事情 咱们不要揪着不放 有意义嘛 都没有意义 刚才马瑞说我说错了 说有人轻蔑他 轻蔑不轻蔑是似乎于你自己内心的标准 吴正就认为我就轻蔑了 你认为你没有 但最终他判断地感受到的结果是什么 是由他自己做判断的 我是觉得 就刚刚的争吵当中 完全可以看出哪个人有逻辑 哪个人没有逻辑 就是大家也不彼此听彼此的话 然后疯狂地去表达观点 但是我觉得你今天表现平心而论非常欠佳 但是我想说一点 他跟我冷笑了一点 我告诉你为什么 他经常冷笑 他经常冷笑 你们今天扯平了 咱们冷笑了他 他也冷笑了咱们 对吧 但我觉得有一点就是 我觉得 首先第一点 我希望你能指出来欠佳 现在在哪里 回答我 你们问我做过什么 我回答我做了什么 并且举了例子 你们可以去查证 对吗 你就是做的工作 我跟你说话呢 如果做的不好的话 你问他欠佳 本身这个问题就欠佳 你说我欠佳欠佳 你没必要问 他有他的判断 你认为不欠佳 你坚持不就是了吗 我觉得我可以改正嘛 你哪里是个改正的虚心态度吗 你真是 蒙谁呢 我就 比如说我今天说他表现欠佳 他问我哪里欠佳 我是可以告诉他根据的 我两个问题 你看 你刚才问说 我觉得你今天表现欠佳 他的原话是什么话 请问我哪里表现欠佳 你们问的问题 我都问了 他这是在请教我哪里欠佳吗 他是要让你闭嘴 我一点不欠佳 对 而我承认 就有的时候 双方的态度交流问题 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就没有必要问了 给彼此一块遮羞布吧 不说欠佳 干嘛要撕得意识不挂呢 扯得干干净净有意思吗 在他年轻的时候 年少轻狂一些 然后就觉得自己的能力 把自己看得过于重要 或者看得高 这是正常人年轻的心态 谁年轻的时候 没有轻狂过 他明明知道 他到了非你莫属 以他的 自己自知的性格 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场面 他明知 他来了 第二 他明知他列过高管 他也知道高管 在这个舞台上 是基本上 不太可能面试成功的 他明知道 他来了 他明知道 要160万 一定会引起一番 唇枪舌战 他知道 但他来了 这个面试 从头到尾 就是一种尝试 说得难听一点 就是他的性格爱炫耀 但我一点也不苦恼 因为年轻人 他才27岁 他一定比同龄人优秀 他也一定有 他性格当中的硬伤